已经有将这60个国家完成共同提案 他们要求是世卫秘书长谭德赛 应该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实地呢 调查这个病毒的源头 那么除此之外也要尽早来启动疫情检讨 好 现在不仅如此就要来看到了 国际之间挺台力道也在增强当中 包括了美国在台协会呢 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 就启动了脸书推特力挺运动 要声援台湾加入WHA 那么另外这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现在也在脸书发文表达支持 随后呢美国在台协会 也直接就转发了文章来声援台湾 此举让网友也忍不住直呼 感谢美日相挺 即便现在多个国家声援了五国 来加入世界卫生大会 但是至今呢 五国还是没有获得邀请 但是也许呢 就是因为这个国际之间挺台声浪 是越来越大 开始让中国觉得不太妙了 那么刚才了解呢 真如除了致函是要求各国 阻止台湾参与之外 甚至也敦促四位秘书长谭德赛 说要他坚持夜中国 那么根据一份机密信件就显示了 中国发给了各国政府呢 说联名向谭德赛来说 反对在世界卫生大会当中 提出关于恢复台湾在WHA 观察员定位的讨论 而另外呢 中国他们也施压世卫组织 提到台湾呢 不能参与WHA 要求世卫要依照一中原则 来处理台湾的问题 当然呢 中国死举也遭到五国的外交部批评 说根本是以异谋吧 肺炎可以说是重创了 美国的目前根据统计在美国境内 累计突破了150万人确诊染病 另外呢 还有超过9万人死亡 不仅如此 光是过去单一日 美国境内就新增了2万多起的确诊个案 还有超过了1300起的死亡病例 现在呢 美国CDC还预测了 说到6月1号 美国境内死亡人数可能会突破10万人 不仅仅美国的疫情现在还在升温 但是近来海滩上 涌入了大量人潮 现在还有一名纽约的理法师 他违反了居家令 替人来减法 但是他是会确诊了 增添外界忧虑 好 镜头又转到中国 带你来看呢 是近期在中国的吉林省爆发了 武汉废人群聚感染 也因此呢 日前苏兰氏委书记李鹏飞才遭到免除职务 想到昨天呢 又有5名干部也因此遭受到免职 那你看中国又要再度面临到疫情危机 现在呢 中国的防疫专家钟南山 他在接受美国西安专访 时候提出警告了 说中国现在可能会面临到 疫情二次爆发的巨大挑战 说现在可怕的是 近来包括了美国甚至是英国 都出现了很多孩童 疑似是因为感染了武汉肺炎之后 并发了川崎市镇的案例 那么英国一名年仅8个月男婴呢 就因此死亡 成为了同一类症状当中 最年轻的死亡个案 除了疑似川崎市镇之外 那么根据英国的报道 专家现在还发现了 感染武汉肺炎的重症患者当中 有30%的人出现了血栓症状 严重还可能会致死 回到国内来关心是 高雄霸凯 现在倒数计时了 公民团体今天前往果菜市场 来发送黄丝带 而日前的高雄市长韩国 也呼吁支持者不要去投票 现在引发了公民团体不满 认为此举呢 会让当天要去投票 仍然被贴标签 甚至可能还会引发了家庭失和 那么也有议员就说了 有天文风声 低收入户不敢去投票 就是因为担心会对日后 冷取补助金会有所影响 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现在民众大家看法不已 这样的举动呢 也不禁让人好奇 难道是被针对吗 就高雄霸含煎饼店广德加 他们现在在粉针上面控诉了 说接连遭到环保局 还有卫生局的人员来稽查 他们认为是遭到市府针对 现在他们也放上监视器画面 他们指控 说稽查员呢 当时没有穿背心 也没有出示证件 直接呢 想要硬闯到屋子里面 因此他们怒劈的根本是 还是恐怖 就是我国的疫情趋环 但现在看起来 纾困方案却持续在延伤 那么新北市长 侯友宜仙的为了让基层人员 好做事 他们自行制作手册 让行政人员呢 大家在办公时候可以有依据 而目前在新北市 已经累计核定了6622件 发放将近一亿元的纾困金 侯友宜仪呢 还到了中和区公署来议问同仁 不过他再度开宣中央 他是这样政策都已经10天了 但是配套措施还是没有结果 不晓得是中央不能还是不会 请您留意了 最近在台中的静迷商圈 出现了黑点怪客 这种女大师呢 在网络上面发文 他说最近他发现 自己的鞋子被人画上 意义不明的黑点 似乎在做记号 要提醒大家注意 想不到文章一发出之后 就有助在附近的 女网友瑞烈回应了 说自己的鞋子上面 也发现了相同记号 那么现在呢 还有热心的网友 他说摩斯电码来翻译 想不到这个黑点呢 还真的翻译得出来 男的状况还不止如此 要来看到是新闻 是一名无姓国小女老师 日前他骑车行进了板车 说他发现了 自己遭到一名身材 壮瘦的女子韦石 正当他停等红的时候 对方居然还突然 抓住他手臂 大喊说你是我老婆 吓得这名女老师 立刻向路旁的远景来求救 想不到包袭呢 这名壮瘦女子 居然大暴走 甚至想要推倒机车 遭到警方压制 再回派出所 中东国家夜门的 第二大城市雅丁市 过去一周呢 因为感染了武汉肺炎 而死亡人数超过500人 比起先前 死亡人数是高出了好几倍 现在也让人担心的疫情 恐怕在厌门 迅速蔓延 但除此之外呢 拉丁美德同样是疫情构急 智利染疫人数 已经突破4万人 死亡病例也超过400人 而大多都是集中在 首都寿地牙哥 也让当地的一流体系 近乎崩溃 而智利政府呢 除了崩溯了部分城市之外 现在也对75岁以上的高龄者 下达了禁足令 前澳洲总理公开的表示说 对中国来进行独立调查 彻查疫情的源头 不此举是引来中国的极大不满 现在中国还说呢 要暂停澳洲牛肉进口 还有威胁澳洲 说要提高大卖关税 为原本呢 中国是想要借此来威吓澳洲 想问澳洲当局是 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日前的记者会上 澳洲总理莫里森态度很强硬 他再三强调了 这对澳洲来说呢 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他们不会轻易动摇 2010总统蔡英文第二任就职 典礼即将要登场 之际敏感时刻 中美两国军事角力 但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中国解放军从14号开始 就在补海展开了 为期两个半月实弹军演 对于美国海军的驱逐舰 佩拉尔塔号呢 则是在15号 横跃了中国上海的外海 时机点相当敏感 中美关系现在相当紧张 传出了美国国防部 经过兵器堆演之后 发现2030年美军恐怕会遭到 中国解放军击败 中国累届忠诚弹道飞弹将会使得 美国印太司令部辖区内 每个基地跟航母打击群 都是难以抵抗 甚至就连关岛基地 也可能会处在危险之中 不对此呢 专家学者则认为 兵器推演只够参考 让美国得以调整政策方向 美国发生重大紧急事件 那么是在洛杉矶有多栋建筑 发生大火 还有十名消防员受伤 那是中国出招了 这是中国的驻法大使馆 现在切除了三张漫画 缝射美国总统川普 要来看那是中国的一名 极限运动女神 她在玩飞鼠滑翔的时候 疑似偏离了航线 那么至今十年五天 去